没有问题 先问 我也很惭愧 以前老是总是放不下 后来从2005年开始 我不是有七个月 走了两个哥哥 一个母亲 那个时候走了以后 我还是好生 后来就通过 现在我一直在家里看师父的一片 特别是六种坛经 以前眼看 看了以后都是好像一晓而过 就是好像放信 放在心上面去 而这一次看的时候我是操了两遍 操 操自己手操 然后我就听 听了两遍 这次第三遍才听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书对着师父在讲上讲得慢 一直在看 看了以后我现在就是明白什么呢 就是好像就是我没有放不下的东西 嗯 了不起 扑一字线 本质有之 现在接下来我三个也得了那个疾病吧 好像跟我好像一个无关的一样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 以前我很就是很惊恐的说死亡 不要惊恐 那现在听过就听了师父的那个六种坛经以后 好像我一直有跟他一讲 我说好像 我很开心 这个事就是说 眼睛也平满了 那你碗子都换了一个地方 啊 本来 无一物嘛 就是 何处人生啊 我就是这样想的 你没几岁啊 阿弥陀佛 五十八岁 哎呦 不错不错 这样的万法都看得开了 只差一个剃度而已啊 只差一个剃度啊 你看有下过功夫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 很就是后来我就是 呃 有时候梦里也做到那个 因为我是念了百零八篇大悲众啊 嗯 很好 然后就是 宣宫上人来了 但是我就是怎么 可能也是来 就是来 视线我看着什么 但是我听了师父的那个 就是那个六祖坛经以后 好像这个是一个乡不可得 当然不可得 不可得 不可得 凡手乡就是习瓜 你怎么搞 还是空 哎 就是不可得 后来我就 我就一直就这样 但是现在就是 我想想我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家里边买 因为我老公也虚佛 我老公也虚佛 哎 然后儿女做成 好像什么事情啊 都跟我好像不关的一样 那你就表示 你的心性又快通了 什么都没有怪 了之一切法 凡手相就希望 不会物雷 不会把这个相 来啊 变成一种累赘 因为我们人之所以痛苦 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啊 我们之所以痛苦 就是因为我们 啊 追求的东西 错误 哎 错误啊 那么 我们这辈子啊 贫穷啊 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就是没智慧 哎 我们 没有智慧 是人生最可怕的贫穷 人生最可怕的贫穷 就是没有智慧 不是没有钱 没有钱 人那些还还熬了过 要没智慧啊 你有钱也活得很很痛苦啊 对不对 你每天就是追求 才是零十岁啊 啊 现在可不一样啦 你现在心境可好了 就是家里面 不管什么事情 好像 钱啊 什么呀 对于我来说好像 那你要继续看愣眼睛 知道吗 我还在看 那你师父讲的愣眼睛 看到第几套了 现在是看到第五 太了不起 你现在是退休了 还是下长 退休了 哎呀 58岁看起来还挺年轻的 身体没什么异样呢 以前身体是不好的 什么病都有 现在什么都没有 那也太了不起了 可能就是什么 我这样想就是 我就是现在我感觉什么 就是好像 特别轻松 嗯 特别轻松 也没有话 法治也没有啦 法治也不存在啦 哎 所以就是说好像那个 以前我还有这种运作 忏悔 要忏悔 现在我想想 这个你如果真的要忏悔的话 累生累生忏悔不了 嗯 我就是这无限忏悔才正忏悔 我还没碰到大逆境啦 所以你现在可以讲这种话啦 要送到家户病房啊 送急诊室的时候 看有没有今天这样的病例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看 啊 一个人 当然我我看了很多的病书 孙子兵法 那个没有用 要上战场的时候啊 那就真的是 是真的 是真的 孙子兵法在打啦 哎 你今天是不是耐得住 全人老命死 爱别的验证会求婚的 别人来 无路你 入网你 你是不是一样 怀着这一颗心 那么这个就是真的功夫 如果有 或者再来 你生了重病了 你也不在意 舍掉这个臭屁啦 那么你就真正去入道的 入道的 其实有时候我就这样想 我因为我的身体不好的 就是一直很多病的 嗯 有时候那个医生说 你今天都出来怎么样 不能留 不能回去啊什么 但是老师一直这种重症 现在就是 因为看了师傅的那个 流通痰结疗 就是就是我想象 没有什么 可放不下的东西流到 我的身体管理 反而都变好了 是的 是的 反而都变好了 我觉得要什么都强度 通路都不 身体的健康 来自一颗完美的心灵 嗯 那么我们西佛有智慧就 而有一颗完美的心灵 从完美当中 起出完美 剩下的依然完美 见性就是这样 见性就是完美的 严满的清净生活 清净的生命 啊 所以从完美当中 起出完美 剩下的依然是完美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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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